Arduino的基本认识 这是一块Arduino的板子 那我们来认识它一下 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是USB孔 那这边有一个外接电源的 你可以供给5到12V的电 5到12V的电 然后这边有两排孔洞 上下有两排孔洞 这边有一排 这边有一排 这两排孔洞各有用处 这一排孔洞 它上面写的Digital 所以这是数位针角 从0开始到13 那这边A0到A5 写一个类比的输入 这边有一个5V3V 这是电流的输出 它可以输出3V和5V的电流 那这边有一个Reset按钮 可以重启硬体 那我们最常用到的 大概就是这些 我们把这个叫做角位 数位角位 这是类比角位 那我们平常如果你要接的话 我们可能你需要使用一些连线方式 类似这种线段插针 早期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常常需要这样子去插 这个在国中小学习的时候 会有一些障碍 于是有人做了简易连结的扩充板 那我们把它叫做Iobo 那我们套件里面也给大家一个Iobo 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延伸了两排孔洞 就是从下面延伸上来 那你看得到这边有0到13 一样A0到A5 这电流的部分 这边也是可以做外接电源输入 Reset 这边有一颗LED灯 亮灯红色的 有电它就会亮 这个是另外一颗LED灯 可以做检视 它连接的是数位角位13 那这边有3 5 6 9 10 11 旁边有个Chu-in 是它有特别用处的角位 那我们这边也另外帮大家把角位延伸出来 方便查证 而且帮大家排好 黑色通常就是D级GND 红色是带电的V 看带多少 3V还是5V S是资料流量出处的 所以我们在接的时候 通常还蛮容易的 你只要怎么样 把深色的线 把深色的线 像这样子我们有蓝色线 颜色比较深 把接到什么 黑色的线上面就可以 那这边的线上可以 这边也有一些 类比较为A0到A5 接法也是一样 我们都有一贯性 把深色的线 往黑色的边上靠 那我们还很贴心多做了一些角位 比方说这是摇杆的 这是RGB是LED灯的 还有各种不同的需求 我们可以去做连接 那这边是Bluetish的话是蓝牙的接口 这一个 这个是蓝牙的接洞 这一个是蓝牙 那我们在插的时候也蛮容易的 你只要对准 我们下面有两排排阵 那孔位不一样 你应该不会插错 稍微核对一下 像这样子就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孔木不合 所以你要转过来 那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缝缝 是在中间做间隔 那你只要把它稍微用力 按压下去 扣下去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IO board的衔接 那你插上电源 灯就亮 这一颗是电源灯 这里有供电它就会亮 那这是Arduino的基本的简单的介绍